大家好,我是小菜花 有朋友问我,有没有营养好喝百分百能成功的鸡蛋汤 于是我给他推荐了这道番茄蛋汤 最近直接放鸡蛋 只需要记住几个诀窍 汤浓味美还好喝 快来尝试下吧 番茄小时候是没有这种操作的 用小刀划上花刀 用开水往番茄上浇 大概15秒左右 就可以很方便地去掉番茄的外皮 这层皮硬硬的会影响番茄蛋汤的口感 去皮的番茄先切厚偏 然后继续切成小块 这样的小块不但能保留体积 还更容易入味 打上两个鸡蛋 加烧起食盐搅拌成蛋液 另外用淀粉加清水 备上一碗水淀粉 一点点油起锅 把番茄入锅 中小火慢慢地煸炒 加上少许食盐和白糖调味 注意不要炒干了 要把番茄汁炒出来 炒出汁水之后加温水适量 然后一边搅拌 一边把水淀粉入锅 这样煮出来的番茄蛋汤更加浓稠 汤汁烧开收浓之后 把蛋液入锅 喜欢大块鸡蛋的先不要搅动 稍等蛋液成型 这样的鸡蛋特别细嫩顺滑 出锅之前撒上一小把葱花 增色又偏香 这样做出来的番茄蛋汤 格外的浓稠鲜美 主要是做起来简单营养健康 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里尝试一下 辛苦拍视频 还请帮忙收藏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